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黑房间1981第一季第十一集 男子小罗最近失业很久了 面对母亲的整天唠叨 小罗就想到了一个来钱的路子 骑上摩托车来到一个毒贩的家门口 刚要进去小罗就听到后面什么猫叫声 抬头一看是一只黑猫 最讨厌猫了 冲着对方小罗就大喊 给我滚开你听到了吗 黑猫见状也不想惹事 叫着就回到了对面自己主人的家中 毒贩走出来说了一句 跟猫过不去干什么 他主人是个巫婆的 就反问小罗有啥事呀 没啥事我考虑了好久 老婆我想找你进点货 进货可以呀 得先付钱的 哎呦我有顾客绝对能销售出去的 你能销售出去也先把钱拿来呀 行吧打嘴炮也不行 对方也不给货 小罗干脆返回街头 守住带兔 抢劫了一个老头的钱包 得到了一点本钱 这下心情瞬间变好 小罗又骑上摩托车 找到女友 带着女友来到了毒贩家门口 也是让女友帮忙盯一下吧 刚拿了货出来 看到女友在斗之前这个黑猫 小罗也烦了 你斗他干什么 赶紧把他放下来 黑猫一见到小罗 也吼叫着 非常的有敌意 你吼什么呀 小罗骂骂咧咧的加恐吓 要让黑猫滚 此时走过来一老太太 显然是猫的主人嘛 干嘛呢 要杀我的猫了是吗 就在小罗准备扔石头的时候 老太太拿拐杖对销 打掉了小罗的手 抚摸着小猫 让小猫回屋 老太太就对小罗说 年轻人还是管好你自己 以及你的小生意吧 我的小生意 一听这话茬子 老太太好像要举报自己贩毒 小罗就摆出正式反击着 你来我们打架试试 看谁厉害 好在女友劝着 小罗就骑上摩托车和女友离去了 晚上回家躺床上 左思右想 这个死老太太跟他的猫 万一这个死老太太真去举报的话 这下还没出货就进耗子了 必须把他的猫给他干掉 给老太太一个警告 于是晚上小罗就骑上摩托车 偷摸的潜伏到老太太家旁边的小门这里 因为这里一看就是小猫居住的地方 在门缝这里安装了简易的定时炸弹 小罗就离去了 次日安静的早上 机械到点了 一个爆炸就酿成了一个小事故 之后小罗故意骑着摩托车到地方 也是探探虚实 刚走到毒贩老伯的家门口 对面的现场已经满是勘察的警察了 才刚问了毒贩一句什么情况 毒贩就反馈那老太太早上喂猫的时候被炸死了 不是把老太太挂了 我只想把猫炸死的 虽然内心愣了一下 那既然已经成为既定事实 小罗就骑上摩托车来餐厅找女友了 两人还没说两句 女友也划清界限 我们还是分手吧小罗 昨天你跟那老太太因为那个猫吵架 我觉得实在太不礼貌了 谁知道你以后怎么对我呢 看着窗外女友也怀疑着 哟你还把人家猫给偷来了是吗 我偷他他没被炸死吗 小罗骂骂咧咧的出来 黑猫又不见了 之后就在小罗骑车回家的路上 突然看到黑猫挡在路中央 行吧早上没把你炸死 你现在自己来找死的 启动摩托一个加速 小罗也把猫给压死 可上前到地方直接猫咪躲避掉 看到一个小石块 要减速也是来不及了 小罗紧急拐弯变相 重心不稳就连头摩托车滑倒 酿成了事故 起来检查一下摩托车也是坏掉了 又忽然听到树上什么黑猫在哪里冲自己叫 垫着脚小罗就离开了现场 就这样走到家已经是晚上了 才刚到家门口 抬头看到房顶上的黑猫小罗又呆住了 你是怎么提前过来的 黑猫尖叫着扑下来一个猛攻 笑得小罗赶紧关上门进到了屋里 才洗把脸放松一下 刚躺床上又听到一阵什么怪声 警觉的缓慢的起身 猛的一开门小罗听到背后猫咪的叫声 行吧你进来了是吧 这下你跑不掉了 才刚走到窗前猫咪一个窜出来 落地就进到了床底下 真会钻呀赶紧到衣柜拿出这个刀 小罗这次要彻底带走猫咪 跪下来拿刀对着床底下 小罗就是猛的乱捅 听到叫声 哎呦你受伤了是吗 再大了一滑 听到叫声停止 小罗嘴角一片 你终于挂掉了是吧 而就在这时打开床单床里面一看 我靠是老太太的头 小罗瞬间魂都吓掉了 一个抽筑倒地 小罗就晕倒了 最后只见猫咪走过来 直接把小罗吃掉了 小罗 小老 quick 小罗 小 얘기를 我觉得 小笙 小笙 懇 Hallo 好 六 Groß zuk